每日 走了 我们今天主要讲修是动词的用法 那么复词按照意思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叫做方式复词 就是用来形容做事情的一个方式 方式复词一般是以mond结尾的 它是怎么构成的 它是由阴性形容词再加上mond构成 比如说大家看PPT long是一个形容词 它是什么意思 慢把它变成复词 long就是慢慢的 大家注意了吗 首先把long后面加上一个er 变成阴性long的 然后再加mond 比如我们来看例句 一个电影 一般文艺片拍的会慢慢的 这部电影好慢 第二句 你的marche lautmang 他走路慢 第二个lautmang是用来修饰动词marche的 所以它是副词 下面的例子 这个形容词 相信大家都会记得什么意思 幸福的 高兴的 把它变成副词 erhozmang 因为erho的音信是erhoz 来看下面的例句 他幸福 他很幸福 变成erhozmang 意思是幸运的 比如说erhozmang 就说了 幸亏你在这 请大家特别注意 方式副词有一些特殊点 比如看下面 有的形容词 它的结尾是emd 那么把它变成副词 后续要写成er 双写em 再加emd 这主要是为了发音比较方便 比如说evidom 这个形容词意思是明显的 法国人口语量经常会说sevidom 意思就是说这个太明显了 相当于seclare 那么把它变成副词 就要说evidom 注意不仅要双写em 发音也变了evidom 那双m前面的e发的是a的音 evidom 流离句号evidom 意思是很明显它是对的 aver raison是短语有道理 那么第二类特殊的变法 就是如果形容词的结尾是e e 或者是u 变成副词的时候 是直接阳性的形容词加m o n d 比如下面vray vray的意思是真的真实的 sifre真的 变成副词vray 你看它的评写 那是阳性的vray直接加了mon 上面我们说过的这些副词 都是从形容词变来的 那有的副词呢不是从形容词变来的 比如说bien 好 il travaille bien 他工作的很好 mal 不好 vite 快 或者是barrasar 偶然等等等等 反正它们也不常 大家可以建一个寄一个 在第一类呢我们说的是方式副词 之后我们再来说时间副词 那时间副词呢我们见过的也很多 比如说déjà 已经 ensuite 之后 maintenon 现在 du d'aller 过一会儿等等 那比如看下面的句子 我们看我们大家能够把它清楚地读出来 并且看懂它的意思 maintenant presque douli gens jou des jeux videos 什么意思 那现在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玩电子游戏 me jeu video 电子游戏 好下面第二句 je de rappelerai tout à l'heure je de rappelerai tout à l'heure 什么意思 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那hapli是回电话的意思 du d'aller 可能一会儿时间副词 行来修是hapli的 那第三类我们学过的副词呢是表示地点的 比如我们学过的有一些什么意思 这里 la 就是那里 但是在口语里面la也相当于这里 还有什么barrou 到处等等 那比如说mien ici就是来这里 那么第四类副词呢就是来表示数量的 这个我们学过很多哈 比如说很多 bogu 那很少呢是笨 还有一个词啊 así大家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así就是足够多的 来我们来一起读下面一个句子啊是什么意思 il ya beaucoup de soleil aujourd'hui il ya beaucoup de soleil aujourd'hui 什么意思呢 今天阳光很好 那出现了两个副词 一个是时间副词 aujourd'hui今天 另外一个就是bogu 注意啊这个里面啊bogu是和借词的连用的 bogu de表示很多 那soleil呢在这里面肯定不是太阳的意思 对吧是阳光 不可能天上有很多太阳 所以就是阳光很多很充沛 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小重点哈 大家注意到了吗 刚才啊我们说的那些副词啊 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在后面 那么副词应该放在哪呢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副词的位置 其实它的规律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首先第一点 当副词修饰形容词 或者另一个副词时 放在该词的前面 比如看下面 bogu de zi to viet bogu de zi to viet 您开的太快了 bogu de viet 开车 viet快 这里面to过分 同样也是副词 它放在了哪里 它放在了viet的前面 那第二点 当副词修饰动词的时候 放在哪呢 需要看动词的时态 这个大家注意 比如说如果动词是简单时态 那么副词要放在动词的后面 比如说上面那句话 bogu de zi to viet 那或者我们来看一句更简单的哈 i la ve pas de ma 什么意思 它明天来 那的吗明天放在动词啊viet的后面 但是如果动词哈不是简单时态 而是复合时态 比如说想复合过去时这一类的 那么副词呢 一般要放在住动词和过去分词之间 比如下面的句子 la veon est déjà arrivé 飞机已经到了 你的deja要放在住动词 e和过去分词arrivé的中间 或者来看下面这一句哈 nuz avon bukué pendant la fête nuz avon bukué pendant la fête 这个he是过去分词 大家认得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he 和笑 意思就是说呀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大笑了一场 笑得很多很开心 那这里面的bogu 是用来修饰动词he 和的 因为是复合过去时 所以放在住动词avant的后面 分词he 的前面 但是有一点嘛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那如果这个副词特别长呢 有的时候呀 也可以放在分词的后面 比如 nuz avon déjeuner habitement 我们很快吃了午饭 déjeuner是吃午饭 那这句话你也可以说 nuz avon habitement déjeuner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说这句话 其实你的重点是说déjeuner吃饭 对吧 所以你很可能啊 一集就把déjeuner说出来了 habitement呢 放在后面 这样也没有关系 那么最后呢 有的时候副词修饰的是一整句话 副词放在哪里呢 要看语气 比如像下面两个句子 好 这些我们说过 bartout是到处 意思就是 这座花园里面到处都是花 bartout呢 是放在句位的 你还可以说 dance a jardin il est partout des fleurs 这里面呢 bartout的前面 那你听上去这句话 感觉怎么样呢 好像说话的人非常强调 bartout到处都是 bartout被强调了 所以放在句子的前面一点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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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半句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